留学英国的儿子带了为大他六岁的二婚女友回家 惹怒了父母 是不是他勾引你的 肯定是被这个女的给骗了 儿子不顾父母反对结了婚 但不出一年却意外身亡 儿媳迅速离家 还带走了英国公司赔付的160万人民币 儿媳为什么会如此绝情 痛失一切的两位老人又该怎么办 绝情的儿媳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要说老陈夫妇在亲朋好友的眼里 那可算是有福之人 独生子晨晨聪明帅气又爱学习 打小就是个学霸 名牌大学毕业后 又考到英国读硕士博士 最重要的是 人家晨晨刚一毕业 就被世界500强的大公司选中 留英国工作了 也许是人生不能太完美 一个跨洋电话 带来的竟是晴天霹雳的噩嚎 儿子在英国出事了 人已经不在了 什么原因 好好一个人说没就没了呢 晨晨所在的英国公司工作人员打来电话 说晨晨是参加公司的体育活动 突发脑出血 经抢救无效死亡 是什么体育活动 竟要了儿子的命 老陈决定前去英国讨个说法 因为孙女刚刚出生不久 儿媳正在老陈家坐月子 实在不能一同前往 一家人抱头痛哭之后决定 只能由老陈夫妇 前去处理儿子的后事 儿子所在的公司 毕竟是个大公司 对儿子后事处理非常到位 挑不出毛病 事发突然 体育活动现场有录像 医院有诊断 事发后又做了尸检 死亡原因确实是 儿子突发脑出血 一切抢救手段都用上了 怪只怪儿子命薄 痛惜惋惜之余 老两口颤抖着 互相搀扶着 抱着儿子的骨灰回国 这一路上 老伴就指责老陈 非逼着儿子留在英国工作 哪成想 这竟是一条不归路 这一去竟成了生离死别 老陈痛心之余 也在反思自己 到底错在哪 老陈突然指责起儿媳 说都怪儿子 娶了一个丧门星回家 就是这个丧门星 才放死儿子的 你还别说呀 老两口在这个问题上 口径是惊人的一致 他们都认为儿媳命应科夫 因此 老两口从英国回来以后 对儿媳就没有好态度 天天是哀声叹气 摔盆子摔碗 沉浸在丧子之痛 根本不顾儿媳的丧夫之痛 沉浸的死亡是意外 老两口为什么会把丧子之痛 都转嫁到儿媳身上 这个媳妇究竟做了什么事情 让公婆如此不满意呢 这事还得从一年前 沉浸在英国博士毕业 开始说起 经过五年的艰苦奋斗 沉浸终于拿到了博士证书 老两口都是工薪阶层中等收入 拿人民币换成英镑 供儿子留学非常难 这些年是东差西界的凑学费 沉浸为了省钱 也为了假期能多打工多挣钱 她五年没有回过家 老两口是盼星星盼月亮 终于盼儿子回家过年了 早已摆好了一桌精心准备的晚饭 等着儿子回来 可没想到 儿子并不是一个人回来 还带回来一个女朋友 老两口毕竟是一把年纪 见的人惊得事多了 一进门 第一眼就没看上 儿子带回来的女朋友 这女朋友哪像个姑娘样 一看就是个中年妇女 一笑一脸褶子 这女的肯定比儿子得大不少 沉沉介绍这个女朋友叫徐梅 老两口硬着头皮是寒暄了几句 气氛有些尴尬 别别妞妞地吃了个晚饭 老陈向老伴使了个眼色 老伴心领神会 笑着说 徐梅啊 今晚你要不走呢 就跟我一屋住吧 沉沉也想跟她爸好好聊聊 毕竟这五年都没见面了 太多的话要说 徐梅欣然答应了 沉沉母亲呢 就问徐梅 你也在英国留学吗 是我儿子的同学 还是早就毕业工作了 家在哪儿 今年多大了 徐梅说 她今年三十五岁了 家在天津 以前有过一段婚姻 前夫脾气暴躁 动不动就动手打人 她是忍受不了家暴 才离得婚 可是这前夫 不依不饶经常骚扰 她为了躲避前夫的骚扰 才去英国读书的 徐梅的这个回答 让沉沉母亲直冒冷汗 在她看来 儿子是那么优秀 却找个比自己大六岁的女友 还是个二婚 这经历也太复杂了 沉沉母亲的第一反应 就是要阻止这件事 不能让儿子娶这个徐梅 于是沉沉母亲 借口去老陈内屋取东西 迫不及待地把徐梅的情况 当着儿子的面告诉了老陈 老陈一听就火了 儿子这可不行 绝对不行 我坚决不同意 天下那么多漂亮优秀的女孩 你不找 为啥偏偏看上她呀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是不是她勾引你的 你年轻又没有搞过对象 谈恋爱没经验 肯定是被这个女的给骗了 父母这种态度 沉沉也在意料之中 她跟父母说了两人相识的经过 他们是在去年圣诞节留学生的聚会上认识的 非常谈得来 三观一致十分难得 开始主动追求徐梅 徐梅当时并不同意 因为顾忌以前的经历 觉得自己配不上沉沉 但沉沉认为徐梅是圣诞老人 送给自己最好的礼物 所以特别珍惜 老陈教训儿子说 啥爱不爱的 那都是错觉 根本算不上爱情 好女孩多的是 等你以后一定会后悔的 沉沉在父母的卑逼六下动摇了 第二天就送走了徐梅 让她自己回家过年 过完年 老两口十分放心地 送儿子登上了去英国的飞机 老两口认为儿子前途一片光明 何愁找不到好媳妇 而且自信地认为 儿子肯定会听话和徐梅分手的 可是几个月后的一个电话 让老两口非常生气 又无可奈何 儿子电话里到底说了什么呢 儿子打来电话告诉父母一个消息 并坚决表示非徐梅不娶 徐梅怀孕了是他的孩子 孩子生下后 儿子意外身亡 儿媳徐梅带孩子离开了陈家 还带走了英国公司赔付的 一百六十万人民币 徐梅为什么会如此绝情地离开陈家 他带走孩子带走钱 还带走了陈陈生前买的一套房子 这样的行为合法吗 陈家老两口又会怎么办呢 绝情的儿媳正在播出 原来儿子在电话里支支吾吾地说 徐梅怀孕了是他的孩子 老两口听到这个消息是非常惊讶呀 怎么会这样 这个女人还真把儿子给缠上了 这是强迫儿子跟他结婚呢 徐梅怀孕是确定了 儿子这回口气很坚决 非徐梅不娶 生米到底煮成了熟饭 老伴儿就劝老陈想开点吧 毕竟这肚子里的孩子是我们陈家的 看在孙子的面上你就答应了吧 老陈在老伴儿的开导下勉强同意 婚礼倒是热热闹闹 只是所有参加婚礼的人都觉得陈陈可惜了 真是好汉无好妻 赖汉取花枝啊 所有人也都看出来了 这新娘岁数不小 不仅是个胖 肚子都显怀了 老两口只好应付着亲朋好友 街坊邻居 吃好喝好 大家也都说了些祝福的话 白头偕老啊 早生贵子啊 这转眼间 儿子结婚三个多月了 突然接到儿子电话 说他工作太忙 实在无法照顾媳妇生产 媳妇家里呢 只有父亲 没有母亲 无人能照看 希望父母能帮一把 中国的父母 是养大自己的孩子 还得继续养孩子的孩子 好像所有的老人都觉得是天经地义的 一直忙到自己生命的终点 老陈夫妇也是如此 听到儿子求助 自然而然地接受了 虽然他们不喜欢这个儿媳 但毕竟生的是陈家的后代 可是儿媳并没给陈家 生一个贵子 而是生了一个胖丫头 老陈夫妇不大满意 但陈陈呢 却是满心欢喜 不都说女儿是父亲 前世没有追到手的小情人吗 所以看着自己前世的小情人 陈陈再也不想离开 回英国去了 她真想留下来 天天看着女儿 陪着女儿长大 可是这个美好的愿望 被严厉的父亲一通 更加美好的大道理给消灭了 也许是陈陈对女儿的 日思夜想痛苦煎熬 也许是陈陈为了老婆孩子 美好未来 而加班加点的工作 没能好好休息 才会突发脑出血 老两口把儿子的意外去世 都归咎到了儿媳徐梅一人身上 每天对徐梅都是 嫌弃抱怨的态度 这让徐梅忍无可忍 她决定带着孩子搬出陈家 住到陈陈生前 给她买的房子里去 这个决定让老陈夫妇措手不及 老陈让儿媳留下儿子的遗产 留下孙女 谁称想 儿子不在了 儿媳徐梅可不吃老陈这一套 抱着孩子说走就走了 什么都没留下 儿子尸骨未寒 儿媳带着孙女离家 还带走了英国公司赔付的 160万人民币 儿媳把陈陈留下的所有遗产都带走 将来老两口拿什么来养老呢 老两口真不知道如何是好 说起这房子 是陈陈回国结婚的时候 用徐梅的名义贷款买的 因为首付不够老两口还帮着借了些钱 如今这老两口是两手空空 还欠着一屁股债 儿媳就这么走了 就一了百了了吗 老两口不能接受这样的结果 不能就这么算了 将来徐梅要是再婚 这些老陈家的东西都应该留下来 老陈一怒之下告到了法院 原本是刚刚失去亲人的一家人 应该互相理解关心安慰 现如今却反目成仇告到法庭 不免让人感到世事无常 可是儿媳把钱房都带走了 是合理合法的吗 老两口能否要回陈家的一切呢 这有待法院的判决 老陈夫妇向法院提起遗产分割的诉讼 按照继承法的规定 陈陈已经去世 没有留遗嘱的情况下 对于陈陈留下的遗产 应当按照法定继承进行分配 第一顺序是配偶父母子女 也就是说陈夫妇孙女各占四分之一 徐梅则强调 房产是婚后买的夫妻共同财产 只有一半算是陈陈的遗产 而且还有贷款没有还清 徐梅提出要房子 她和女儿总得有个住处 英国公司赔付的160万 将来用于抚养陈陈的女儿 这也是天经地义的 因此不同意老两口的诉讼请求 老陈夫妇则认为 失去儿子已经很痛心 他和老伴晚年的日子将更加艰难 当初他们为供儿子留学 花光了所有的积蓄 自己的养老也没有了着落 为儿子买房外面还借了债 因此他们也需要这笔钱来解决经济上的困难 法院经审理对于上述遗产 进行了依法分割 房子判归徐梅 折价补偿老陈夫妇120万元 再加上现金部分 老陈夫妇总共分得200万元 老两口胜诉后 徐梅并没有按照判决旅行 她说自己孩子还小 暂时不能出去工作 手里沉沉留下的钱 还要用于抚养孩子 给孩子买奶粉呢 如果都给了公公婆婆 自己和孩子就得等着饿死了 因此老两口催要多次 徐梅是以各种理由推脱 就是不给 毕竟是一家人 老两口也不好逼得太急 徐梅后来带着孩子躲到了娘家 也不见他们了 这一躲就是两年 这两年里 陈家老两口没有见过孙女一面 徐梅更没有给过老两口判决后 应给的钱 老两口也没有追药 直到有一天 陈家老两口听到了一个消息 这个消息让他们坐不住了 一天啊 老陈去溜湾时 有个街坊悄悄地告诉她 你儿媳妇改嫁了 徐梅改嫁的消息 既在老两口意料之中 也在意料之外 毕竟儿媳三十多岁还年轻 只是没有想到这么快就改嫁了 看来啊 这回飞得翻脸 赶紧把陈家的遗产追回来不行 不然这鸡飞蛋打 血本无归啊 老两口彻底下决心 要回属于自己的份额 绝不能便宜了外人 一气之下 老两口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强制执行期间 徐梅仍以各种理由拖延 不履行判决 法官将他列入失信人名单 徐梅收到了法院发来的 限制高消费令 感到非常气愤 那什么是限制高消费令 这个令呢 又会对徐梅未来的生活 产生哪些影响呢 限制高消费令 就是禁止被执行人实施高消费 禁止非生活和工作 必须的相关消费行为 违反限制高消费令 经查证属实的 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予以拘留罚款 情节严重 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限制被执行人 高消费的若干规定 徐梅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不得选择飞机列车软卧 不得乘坐J字头动车 或其他动车组 一等以上座位 不能住星期以上酒店 不得旅游度假 其实啊 徐梅在女儿逗逗三个月后呢 就应聘到一家外资公司 做了销售经理 她需要经常出差 不能坐飞机 简直就没法正常工作 因为这个限制高消费令 她焊透了狠心的公婆 老陈还打听到 徐梅嫁的人也是二婚 还带着一个十来岁的男孩 老两口更加惦记心疼孙女 这两年沉浸在失去儿子的痛苦 和打官司要钱的纠结中 忽略了陈家唯一流下的血脉 小孙女豆豆 豆豆一直由亲妈带着 老两口倒也放心 但这回徐梅改嫁了 继父还带着一个儿子 豆豆肯定会受欺负 想到这儿啊 老两口迫不及待地 想要见到自己的孙女 甚至想把孙女 带到自己的身边 抚养长大 老陈的想法是挺好 他们能否顺利地 要回自己的孙女呢 老两口想得很美 别说要回孙女豆豆 就连每周看孙女一眼 徐梅都不答应 要想见孙女啊 看来比登天还难 豆豆是陈家的血脉 爷爷奶奶连看都不让看 这徐梅真是无法无天了 老陈夫妇再次付诸法律 但这一次 老两口能否打赢这场官司 还真的很难说 法庭之上徐梅说 孩子已有了新爸爸 拒绝了老陈夫妇的探望请求 老陈夫妇的探望 必然会对孩子幼小的心灵 造成情感冲击 影响孩子健康成长 老两口质问徐梅 为什么就不能见自己的亲孙女 徐梅有她自己的理由 老两口与孙女 近两年没有见过面 没有尽抚养义务 对于隔代的探望权 法律究竟是如何规定的 老陈夫妇真的再也不能 见自己的亲孙女了吗 绝情的儿媳正在播出 法庭上老陈夫妇说 他们非常想念孙女豆豆 徐梅再婚以后 也非常担心孙女的处境 现在徐梅根本不让他们见孙女 是非常不人道的 豆豆虽然父亲去世了 应当让孩子知道 爷爷奶奶的存在 徐梅再婚 经历会更多的投入到新的家庭 难免会减少对豆豆的关注 老两口愿意照顾孙女豆豆 至少每周见到孙女也行 所以速至法院 请求保障 他们对孙女的探望权 徐梅在法庭上反驳说 陈臣去世的时候 豆豆尚在强保之中 对父亲的离开并不知情 现在正在努力 让豆豆适应新组建的家庭 父爱的缺失 也会很快得到弥补 而老陈夫妇的探望 必然会对孩子幼小的心灵 造成情感冲击 影响孩子健康成长 因此坚决不同意 老两口探望孙女 更别说带走抚养了 法庭上双方很快变成了 彼此的指责埋怨 开完庭 法官开始做双方的调节工作 法官耐心地跟老两口解释 这抚养权与探望权 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 未成年人的父母享有对子女的抚养权 现在儿子去世了 前儿媳徐梅当然享有孩子的抚养权 爷爷奶奶主张孙女的抚养权 在法律上是没有依据的 老两口能不能定期地看孙女 实现对孙女的探望权呢 根据我国婚姻法 对探望权主体的规定 享有探望权的范围 严格限定为父或母 虽然最高院第八次全国法院 民事审判会议纪要对此有所突破 赋予祖父母外祖父母探望权 但仍然有个大前提 是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无力抚养 且祖父母外祖父母 对孙子女外孙子女尽了抚养义务 本案中虽然豆豆的父亲已经死亡 但豆豆的母亲徐梅尚在 且有抚养能力 老两口与孙女近两年没有见过面 没有尽抚养义务 并不符合上述规定 老两口听完法官的法律解释后 犹如被泼了一盆凉水 透心的凉 那么老两口真的从此 再也无法见到孙女了吗 徐梅为什么如此绝情和狠心呢 在承办法官的努力调和下 徐梅终于说出了自己的顾虑和心结 老陈夫妇多次为遗产问题 与他对驳公堂 严重影响他和女儿的正常生活 彼此的情分是消耗殆尽 如今重新组建了家庭 他不愿意自己的生活再次被前公婆打扰 法官劝他说呀 你有没有考虑过 对于两位老人而言 白发人送黑发人是不可逆转的悲剧 如果连孙女的血脉亲情都不能相认 对他们来说是多么残忍的事 不要因为大人之间的矛盾 而阻断了孙女和爷爷奶奶的相处 毕竟是留过学 读过书的人 经过法官一番劝解后 徐梅呢 希望老陈夫妇能拿出点诚意 解决双方的纠纷 他说一次性履行分割遗产的判决经济上压力很大 希望呢 老陈夫妇能够撤销强制执行的申请 宽限些时间分期付 老陈夫妇也表示 如果徐梅同意他们探望孙女 他们也可以考虑让步 双方就执行案件 达成了和解 约定呢 徐梅可以分期付款 支付判决中的款项 同时 老陈夫妇每月可以探望孙女一次 地点由双方商定 每周还可通过电话 视频联系一次 徐梅必须与配合协助 双方当场加了微信好友 并约定先通过微信呢 让孙女与爷爷奶奶熟悉起来 案子到这儿就结束了 这一家人之所以一度成为仇人 矛盾的根源就在于自私和自我 光想着自己多争取利益 如果当时能换位思考 按照法律和情理来协商分割遗产 这两场官司就可以避免 更能避免一家人互相的伤害 适者已去 留下来的亲人 应当更加好好珍惜彼此的感情 双方和解后的第一个周末 老两口精心准备了一大桌子饭菜 他们邀请徐梅带孙女豆豆回家 他们终于见到了朝思暮想的亲孙女 别看两年多没见面了 还真是血脉心情啊 豆豆就像到了自己家一样 对爷爷奶奶一点都不陌生 跑来跑去的也不哭 一家人欢声笑语 其乐融融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法律资讯 请您关注栏目的符号 再见 小两口婚后一直未孕 决定通过试管婴儿手术生育孩子 一家人满心期待 可此时丈夫却发生意外 生死未孕 保存在医院的胚胎成了延续血脉的最后希望 可为何医院却拒绝手术 妻子无奈之下告上法庭 她的求子梦还能实现吗 李霞法官明日为您讲述胚胎保卫战